六子旁吃第一次 贤侧禅师 我们在那个谈经里面 有见到贤侧禅师 跟勇家真姐来参六子 有看到那个禅者住房来参六子 但是没有一个贤侧禅师的 专属的公案 我在五灯前师里面 把贤侧禅师的公案拿出来 在这边跟大家互相来研究 贤侧禅师它是雾桌金华人 雾桌金华人 雾桌是在现在的雾桌金华 就是浙江金华市的地方 游荒时借以河寿 游荒来说游荒和尚 游荒和尚就是道士去残血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游荒和尚 借以河寿借去道 到了那个河北的时候 叫做借以河寿 游荒时借以河寿 它在残血的过程 到处去游荒有残血的时候 借以河寿就来到了这个河北的地方 叫借以河寿 有禅者住房 河北那个地方有一个修禅的人 叫做禅者住房 在谈经里面的话 因为那个也是这样讲说 有一个禅者住房 曾业皇美 就是说他曾经到去残业皇美五子 自卫正寿 说以为他已经 正寿就是说 已经得到了禅宗的那个 那个正法的意思 就是说他已经得到正法的意思 叫做自卫正寿 就是他以为他在六祖那边 写下来的这些禅 他已经得到正法的意思 那个施呢 施之房所得未珍 这个知道这个禅者之房 他所得还没有到那个 就是说我们叫做大策大悟 就是他知道了一些修行的过程 但是还没有到大策大悟 网问的就是 就听他有这样的一个 修行人在那边很用心 而且也有修行多年了 所以他就到出去 就听到这样的消息 去来到这个禅者住房的那个地方 来去参问 来去参学 来去请教 来看他的意思 施之房所得未珍 就是说 闲测知道这个自卫三师 所得还没有到那个大策大悟 所以往参 去往温耶 去那边去问他 看他在那边打坐 他就问他说 往温耶 如坐以此坐吗 你坐以此坐吗 说你在这里坐什么呢 那个晃耶 自房三师就想说 日定 就这样了 你在这里坐什么 晃就说日定 是耶 如言入定 有心日耶 无心日耶 若有心日耶 一切纯动之类 结印得定 他就说 你是有心日耶 无心日耶 是耶 说 若言入定 是有心耶 那就是那个 那个神车禅师就是 他 因为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车禅师说 入定 显测就说 如言入定 是有心耶 无心耶 有心入定 还是无心入定 若有心耶 有心者 如果你是有心入定 有心者的一切纯动之类 结印得定 若无心者的一切草木之类 也何得定 就这样问他 看到他在打坐 他就问他说 你在做什么 我在入定 你说 你是有心耶 无心耶 若有心入定 一切纯动之类 也结印得定 若无心者的一切草木之类 也何得定 他这一问 这个产者之谎 他要回答 他说 产者之谎 就这样怎么讲 产者之谎说 我正入定时 则不见有 有无之心 这个产者之谎 就回答了 这个显测的问话 说 我在入定的时候 我不见有 有无之心 这是 这个之谎禅师 回答 十耶 行车讲说 行车就说 即不见有 有无之心 即是常定 有何吃入呢 若有吃入呢 则会大定 他说 你在这里 有心入定 还是无心入定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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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坊说 我在入定时 则不见有 有无之心 十耶 即不见有 有无之心 即是常定 如果你在入定的时候 不见有 有无之心 即是常定 何有吃入呢 如果是常定 如果是一山的 罗杰常定 何有出入呢 若有出入 则会大定 如果你说 你说你这个入定 有吃 有入 有进 有吃 有出定 有入定 那则会大定 则会大定 则会大定 则是一般的入定 谎无疑 叫谎无对 就是 资访禅师没有办法 回答 梁久 过了一阵子 说 问说 问师 师谁 说 你的师父是谁呢 梁久 问师 师谁 问 资访禅师 过了一阵子 的话 问贤 这禅师说 那你的老师是谁呢 问师 使谁 是 我师 朝夕六指 我师朝夕六指 那 那 这个 自往禅师 就问他说 六指 以何为禅定 那你说 我这样的入定 不是常定 不是大定 那六指 以什么为禅定呢 你的师父 教你怎么样 做禅定呢 师 那个 行者讲说 我师云 乎 妙 占 原己 体用 如如 这个 那个 弦车就讲说 六指 所讲的 入定呢 是 忽 妙 占 原己 妙 就是 结妙 仅有 占 就是 清净 无染 眼 是一切 圆满 偏一切 是 其是 绝对 空几 绝对 即净 所以说 妙 占 原己 是在 形容 我们的 本体性 体用 如乳 体用 如乳 体跟 用 如乳 如乳就是 不饿 所以说 妙战 原己 体用 如乳 五音 本空 五音 就是色受 想形式 色受 想形式 本来就是 空几的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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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阴 言 外言 而 有的 就是 五音 五音 是 本空 六成 非有 六成的话 就是色受 想形式 六成就是 六成就是 色身 相味 赐法 六成 五音 本空 六成 非有 不吃 不入 不定 不乱 这个邪问 一般人 其实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我们 一般都执着在 我们的 见伦 觉知 执着在 我们的五音 五音的作用 我们的 根层式的作用 所以我们 很难在 修禅的过程 得到了 有一些 产生的 效果 所以我们在 在这个修禅的时候 如果你把 这些文章 稍微多一份的 了解 多一份的 准备 你到有一天 你要去 参加人家 打禅区 去接受 禅邪的 教育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的禅 是不吃不入 不定 不乱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体用如辱 妙战 妙战 严己 体用如辱 我们的自信 就是 杰无仅有 沾就是 清净无染 炎就是 骗一切吃 圆满 寂静 不乱 这个叫 这个叫 本体 那用的时候 用到我们的 色身的时候 有炎的 鼻舌生意 这就是 像色身 香味 吃法 这些的 就是我们在用 体用如辱 你如果 你能够 体会到 这个体用如辱 而不起 一个体用 如辱 想 我们称他为理 已经能够入到 那五因 本空 色受想心 是这个五因 本空 六层非有 色身香味 吃法 这个六层是非有 不吃不入 不定不乱 这个地方的话 那就是比较 比较 那个 不吃不入 你有什么 有吃 有如果 出定 入定 所以叫 不定 不乱 他在这里讲的 这个禅 是相当的 已经很高阶段的禅 所以禅性无治 金刚基因 里面所讲的 硬无所至 而神其心 这个禅 它没有停在 那个地方 因为有所至 就有所着 就有所污染 所以禅性无治 离至禅疾 离开了这个 住的时候 禅 它本身是 绝对空疾 所以叫做禅性无治 禅治禅疾 禅性无生 禅生禅想 禅性无生 无生就不乱 你那个 那禅生禅想 就失而不及 体用如主 叫做禅生禅想 所以说 我们这个 这个计划是相当好的 禅性无治 你一定要有达到 这个禅性无助的 这个样的想法 还有它的修行的功能 就禅性是无助的 也就是金刚经里面 讲的 印无所至 而神其心 那离至禅疾 离至禅疾 你不是说 我已经 有已经住入定了 住在那个地上 住在地里面 不敢出来 离至禅疾 禅性无生 无生就是 不被外面的一切 境界带着走 叫做禅性无生 离生禅想 离开外面的这类 境界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启用 叫做心如西空 是这样 离生禅想 心如西空 这个地方的 这些原文字上 好像讲起来的话 我们都会了解 但是我们实际在 实际上在 参禅的过程的中间 我们要慢慢的 次第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受信 来训练我们的 这一种修禅的 比如说在打棋 或者在禅座 还是在做一些 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 随时随地 反观结造自己的本心 这是修禅的一种方法 所以叫做 禅性无之 离至禅己 禅性无生 离生禅想 心如西空 也无西空之量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心如西空 但是你不要 本来说 我的心就是像西空 就是空 你又又落入一个空 这也无西空之量 往文词 祝王禅师听到他这样讲 随造与潮汐 就来到潮汐参六子 请结一意 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要回归到 你要到六子弹琴里面 去看智王禅师 去参六子 六子怎样告诉他 但是这一段我们来讲的 是来讲 玄测禅师 所以说五灯前师里面 文章是这样 所以说 智王禅师 就是智王禅师 听到这样 随造与潮汐 就来到潮汐找六子 请结一意 而子亦以师禀赋 就是说六子 告诉他的禅修的过程 跟贤策所讲 是相当吻合的 皇使开悟 皇在那个时候才悟到 就是智王禅师 再来参请 请教那个六子 六子告诉他 怎样修产的时候 在六子告诉他的禅修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才开悟 师后 切归金华 大开法席 就是说我们那个 玄测禅师 后来就回到了 浙江金华市 大开法席 这个公案是 池以五灯全师 谢谢各位